马英九基金会是邀请到的陆生团 一起来台湾交流参访 不过呢 包括了这个桌球的奥运金牌 六座奥运金牌的马龙 他是昨天是到中庆兄弟的球场这边 中级棒球场来进行交流 大家都在追捧他 认为说他真的很帅 而且人亲切又好 不过呢 这被问到说世界棒球12强赛刚落幕 我们的台湾非常厉害 登上了世界冠军的宝座 访问到了他们学生这一题 他们学生其实是大方给予台湾祝福 不过呢 他们是说我们叫做中国台北队 现在小讯人就要说了 其实不要太谴责 这些大陆的小朋友 因为呢 本来各自双方的宪法都不一样嘛 他们可能顺口就这么说出来 没有任何的恶意哦 而这几天呢 他想要强调的是陆生团体到了台湾 非常感谢我们的热情 很感动 那么也希望作为这个交流的开端 未来可以开放更多的学生团 或民间团体交流参访 这也是我们民众给予他们的回馈 认为说这样的交流其实蛮棒的啊 也希望说透过这一次的国球交流呢 成为两岸一起喜爱的运动 或许未来不用打仗哦 可以打球就好 听起来是不是还不错呢 好 这其中当中有一个焦点就是彭义航 因为呢他被封为是神仙姐姐清新脱俗 他到了日月坛圆了梦 因为他一直很想来日月坛 很亲民到处合照都来者不拒 好不过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啊 网友PTT就在八卦版上面留言 就说马龙他只知道NBA球星有一个叫卡尔马龙 但是没有听过中国大陆有一个马龙耶 还说到处被铁粉包围 难道这是动员来的吗 下面的网友就说你是井底之蛙 你不知道他有几个金牌吗 桌球界的大明星耶 你都认识我国的林云如 林云如也跟他交手过很多次啊 而且人家战上风 奥运的桌球六金 怎么会不知道马龙这个人呢 是不是你实在是太浅穴了呢 现在呢包括丽将军他也在称赞 刚刚不是提到说这当中有一个焦点 就是这个彭义航 他也说他真的是很漂亮 重点是气质很好 那么气质很好 他就归类于是文化熏陶来的 不过话锋一转他也觉得很可惜哦 民进党政府居然把这一类人归类为统战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大明星马龙啊 还有彭义航是打成了敌人 所以呢我们才是把自己推向统战第一线的人吧 这文集也说了 其实马龙不要用政治的角度去看待他啊 他本来就是一个世界级的运动巨星 而且这么忙的情节当中可以来台湾 代表中国大陆这一次 真的是释出了一个很大的善意 要来跟台湾做交流哦 不过呢立委还是不买单呢 像是立委沈柏阳啊 他就说你只要中国代表来台都叫做是统战的一部分啦 台北新员许淑华也说啊 这个叫做新统战策略 也就是经过软性的交流 包括明星艺人等等渗透到台湾来 让学生觉得中国人真的好棒棒哦 消磨台湾对敌人的警觉心 那网友也有话要说啊 怎么怎么没有自信心呢 绿营上下是众口朔精哦 但是呢居然不怕军演 倒怕起的是桌球运动员耶 还说呢这一行人谈话当中 这里行间哪里有透露出 任何一丝丝的统战意味 我们同样来问永平姐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刚刚小许晨她有收到一个很特别的点 棒球是我们的国球 这一次透过了这个棒球的交流活动 她就说以后可以打棒球啊 不用打仗这样听起来这个说法 好像是蛮好的促进两岸交流之外呢 也是让两岸更为和平 想问一下这一件事情的观点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要说 即便拿这一次的陆生团来台 有很多的行程都已经被过滤 甚至放大检视 但是绿营这边还是不买单 就说只要中国代表来都叫做统战 这样的思维呢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下一代 跟两岸之间的交流 对我觉得台湾的网友 有些真的很有智慧 而且他们短短的一句话呢 就可以直指问题的核心 他说民进党是搞什么 你联合力竞军演你不怕 可是你却怕马龙来打乒乓球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语道破民进党的一个伪善的个性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民进党在这边喊反中喊反中 其实他真的想要跟对岸开战吗 我看像沈柏阳这样的人如果两岸一旦开战 他大概是第一个逃兵 因为当对岸呢 用台独22条点名沈柏阳的时候 沈柏阳第一个反应说 黑熊学院我不是负责人 急着撇清 所以都是胆小鬼 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您刚才讲的两个问题都是核心的关键 萧续成他们马英九的这个文教基金会 本来这几年做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就是说他在两岸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 不断的利用他们的这个两岸穿梭的影响力 特别是能够被对岸信任 在状况不好的时候 还愿意让一些能够代表善意的 这个公众型的人物到台湾来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大的贡献 因为大家不要认为说 两岸交流只是单方面的 特别是民进党政府设下这么多不友善的关卡 然后经常讲很多很难听的话 如果说中国大陆呢 他要真的跟你计较 北京方面呢 真的要跟你这个对等的不愉快的话 那你说马龙是不太可能来的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团呢 除了马龙啊 除了这个仙气飘飘的这个 彭丽航神仙姐姐以外呢 其实也还包含了清华大学的校长 所以可以说呢 对于大陆跟北京方面呢 是真的释放很大的善意 对这个团呢 也给予很大的这个高规格的一个组成 所以呢 对他们也是有很大的寄望的 那这种希望两岸有善意互动 降低敌意 降低敌意螺旋的一个做法 这难道不是大家现在应该要欢迎的吗 那么你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北京方面呢都已经做了善意的球 那你民进党在美国 依赖论持续不退 而你又遇到一个喜欢搞交易 胜过交朋友的川普 你不是应该在这个时期 抓住这个善意之窗的机会 也像日本一样 赶快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因应川普变局吗 所以打球不要打仗 然后用堆叠的这个善意呢 大家就是互相的有来有往 他们有一个善意的学生团 高规格的来文教团体育团 那台湾也可以去呀 尤其是民进党真的非常的奇怪 我们也有很多的明星 譬如说我们这次打败日本的棒球队 这个12强的球星 那么如果虽然大陆真的棒球迷很有限 然后对棒球的了解不多 可是大陆对于能够击败日本 就都觉得说啊好厉害哦好棒棒哦 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在棒球上是真的非常的强 所以如果台湾方面也有善意的回应 也有很好的运动员到大陆去交流的话 岂不是美式一桩吗 所以呢看到这种时候 如果有一些很无知的网友还要在网路上讲说什么 马龙是谁啊我都不认识他 那些粉丝是不是动员来的 那我们真的想问他去看看 你去动员看看 现在台湾的社会 你连青鸟都动不出来了 你还去动员马龙的粉丝 是不是想太多了 事实上像马龙这样的一个又谦逊 然后能得六块奥运金牌的大球星 其实连在中国大陆呢都是非常罕见的 可是如果说马龙这个模式呢 真的有助于降低两岸的这个敌意螺旋的话 我相信呢我们下次可能有机会可以看到全红展 那大家到时候会更兴奋 因为他实在是好可爱 所以我也很希望这个善意用运动 用文化的交流来化解现在两岸 比较强烈的这个不愉快跟敌意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护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火肤录 全焦精华 精华生 即刻启动动力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